提到青蜂子它其實可以抗發炎這一方 那我們也知道說自由性其實跟發炎它其實是相關的 而且其實很多長期的慢性發炎 也是很多疾病它的一些主要的原因 那能不能夠請教授來解釋一下你意思之間的關係 好 來回答這個問題 我想利用兩三個疾病來說明 首先我要談的是所謂的風刺性關節炎 風刺性關節炎其實就是等於慢性四油肌的關節的自由肌發炎 我來說明一下 就是關節中間它有一個軟骨子質 這軟骨子質內有很多膠原蛋白 然後又搭配這個滑液細胞 它可以分併一個滑液 這滑液裡面有很多玻尿酸 所以會增加這個滑液的黏度 所以它就會達到保護這個軟骨子質內的潤滑作用 這個疾病是怎麼來的 這疾病就是說它會活化兩種細胞 一種細胞叫做吞噬細胞 吞噬細胞還有另外一種就是我們所謂的四中性細胞 這兩個細胞的活化以後會產生很多大量的自由肌 其中包括槍跟OONO 這兩個 還有搭配這個醋 醋磊酸 Hocl 這個 那麼這些自由肌呢 你假設沒有好好的清除的話 它就會去傷害到軟骨子質的膠原蛋白 同時也會去破壞這個滑液裡面的這個所謂的玻尿酸 那麼當它把這個玻尿酸破壞了以後呢 它這個潤滑作用就撕掉了 然後又加上這個軟骨子質的膠原蛋白被破壞掉 然後當然就是關節跟關節之間就會摩擦 它就會痛 所以現在青骨子呢 我們已經知道它是可以選擇性的清除的腔 它跟OONO 所以無形中就是把這個 這個花眼地方的這個自由肌磊把它壓下來 那麼壓下來以後呢 當然就會失懷這個疼痛的效能 這個是第一個例子 那第二個例子呢 我想來講一下肝病 那麼肝病通常是這樣子的 因為也是慢性的花炎 OK 那麼比方說呢 紫塞性的緩膽就是這個意思 它是慢性的花炎 發炎了以後呢 自由肌磊升高 升高以後呢 會把這個會產生這個氧化壓力 那麼氧化壓力的話呢 會造成這個細胞素 我們英文就是叫 Autocylokines 細胞素會增加 增加以後呢 它本身就會產生很大量的自由肌 然後來傷害這個肝細胞 會造成肝細胞的凋亡 同時呢 這個自由肌產生了以後呢 它會正回饋 然後就等於說這一個 這個循環是一直來的 是二性循環 所以那自由肌的也是會大量的一直產生 那麼氫呢 蚊子已經被證實 它可以去止斷這個氧化壓力 也可以止斷這個自由肌 同時也會止斷這個細胞素的昏蜜 所以當然這個自由肌呢 就降下來了 降下來以後呢 當然就會失望肝病 即使是敵人